鸡狗呀你今天就在这里帮我手揉吧 待会儿有狗来了你跟我说 我昨天十多只鸡都被它咬走了 你看看吧我还有没有问题 你还想问鸡 为它吃多个鸡那边更高的生鸡够了 好可惜嘛 就是了昨天还是没有这样鸡 关了我的鸡 还得我昨天五十六百五元 兄弟姐妹们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 被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辛辛苦苦养了十多只鸡 结果昨天被狗咬的只剩几只 昨天我们回来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围栏好像就被狗给铺开了 里面一只鸡都没有 只剩下满地的鸡毛 不光是鸡垫里有满地的鸡毛 就连这外面也全是满地的鸡毛 就连骨头也没跟我剩下一个 然后昨天找了好久好久 才在旁边的草丛和那个凉席里面 给找出四只鸡 现在给你们看看我这四只鸡吧 从十四只到四只 那十只说没就没了 然后这旁边的这只大公鸡是昨天一个婆婆 然后给送给我们的 一个婆婆 为什么要送给我们的鸡啊 难道是 你在想什么呢 人家说了你做完叶子 然后给咱们送一只鸡 这个女人我真的是不想说什么了 人家好心好意给咱们送一只会下单的老母鸡 结果弄得他自己在那里胡思乱想 现在的话给各位精神股东费报一下 我们昨天的带货记录 昨天总共卖了1600多 然后退了700多的货 马上的话我又要去拿样品 为今天晚上的带货做准备了 那你要跟你妈说一下 把鸡看好了 要不然等会果肉叼走了 妈妈 我准备去拿养品了 然后你看在后面那个把鸡砍着哈 拿啥子样子嘛 买点啥子东西嘛 你看着到屋里堆都堆不到了 你搞得买生死 我是管得起 我得保住生死哈 虽然我妈妈现在对我极其都不理解 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做出成绩 她一定会支持我的 现在的话咱们就准备直接出发去拿样品去了 当然回来的时候 把这个桌子给收拾一下 全部翻成我的样品 那咱们走吧 let's go 兄弟们第一个地方的样品已经起到了 这批样品里面有大惊喜 待会给你们看 这都是我这个 第二家骑快递的地方 我刚到门口老板就把快递全部拿过来了 估计是看我天天来拿样品都认识我了 你干嘛 拿完第二家的样品 他吃了两个面筋 然后说那非得喝我的样品 喝了说好喝还想喝我真的不想说他了 现在去拿我们第三家快递的样品啊 待会儿拿着可别又吃了啊 老板仔细都是我的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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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又怎么都啊 嗯 一个车都装不下 嗯 弟兄弟姐妹们 现在我们所有的样品全部装在车里了啊 马上的话我们就要回去 为今天晚上的带货做准备 带货之前我要把你的样品全部品查一遍 看一下好不好吃啊 兄弟们现在已经回来了 马上我把那个摆放样品的桌子给收拾出来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样品都有些什么 带货 兄弟姐妹们我们现在先把这些样品给打开啊 然后待会儿摆到那边刚刚收拾好的桌子上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暂时整理出来的样品啊 然后那边的话还有很多就是没有整理出来的 大家如果有什么喜欢吃的可以跟我说 既然养鸡的这条路走不通 成为不了养鸡大富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尝试这个带货了 希望大家能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